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古典文明三个阶段 我们今天的人谈起古希腊的文明啊 比如哲学 科学 戏剧 雕塑 会让你觉得古希腊时间跨度应该很长很长 但实际上古希腊文明真正辉煌的时期 就只是古典希腊时期 就是从公元前六百年到公元前三百年 这么一小段时间只有短短的三百年 那我们就必须问问 为什么并不那么古老 时间也很短暂的古典希腊 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 我先用一句话 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古希腊文明在古代文明当中 完全是一个异类 它创造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世界 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 也就是说古典希腊文明的基本结构 和其他文明存在着根本的差别 你肯定知道 现代西方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 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 经过中世纪 再到现代 兜了一个大圈子 又回到了以人为中心的世界 从现代西方的形成来看 以人为中心的古希腊 为后世的西方提供了一个辉煌灿烂的模板 唯一复兴的时候 但丁 彼得拉克 阿芬奇 米开朗基罗都是这样 他们的理想就是要带西方 离开中世纪 那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 走进以人为中心的新世界 说到这儿 你就能理解 为什么西方人把自己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 是因为在最深层次的结构上 古希腊和现代的西方 底层结构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刚才已经提到了 古典希腊只有短短的三百年 三百年就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 那它必定是灿烂无比的 但是这么辉煌的文明 为什么没有长存下去呢 这个是我们理解古希腊的要害 在这个单元 我会和你分享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剖析古希腊文明 辉煌却短命的原因 你可以先对古希腊 树立起这么一个大概的印象 那就是灿烂的古希腊 其实并不是一颗永远高悬在夜空中的恒星 而是一颗把夜空全部照亮的流星 这个单元 我先带你去看看古希腊辉煌灿烂的根源 也就是看看古希腊文明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再带你看看 为什么这么灿烂灰煌的文明 只是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 很快就覆灭了 古典希腊之所以灿烂多目 是因为它赋予了西方文明最重要的基因 也就是人文理性和民主 这三大基因 也是西方和其他文明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 今天我们说起人文理性民主 似乎是世界各大文明的共识 但是如果你把视线穿越回2500多年前 你就会发现孕育出人文理性民主的古希腊 简直就是一朵奇葩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看看它的人文特质 在这三大基因当中 人文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基因 古希腊的人文特质 展示了人的能力价值和精神 所以罗马人才会惊叹的说 是希腊人创造了人 古希腊的人文特质 是针对其他古老文明而言的 也就是说 古希腊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别的文明都不一样 在其他文明都在追求宗教的奥秘的时候 古希腊文明却在追求人的价值 古希腊文明里边人的地位很高 人没有匍匐在神的脚下 人是自信的 乐观的 是自己的主人 我一说人文精神 你可能觉得 这是非常疯雅的事情 就像古希腊给你的感觉一样 但是问题的重点 不在疯雅还是庸俗 而在于宗教有没有统设整个社会 古希腊的人文特质 最大的特点是高度的世俗主义 宗教的味很淡 古希腊的世俗主义 意味着它不是由宗教主导的 宗教没有支配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古希腊人理解世界 解释事物的规律和人的行为 用的不是宗教那套神秘主义的东西 而是宗教之外的道理 我们可以把古希腊和古埃及 中国古代做一个对比 古埃及雄伟的金字塔呀 是法老的灵墓 在古埃及人的观念里边 法老是神不是人 金字塔是神庙是神殿 法老对古埃及人的统治 是神对人的统治 我们中国古代也是这样 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甲骨文 甲骨文记录的 几乎都是占卜的内容 是商朝的君王向上天祈求或者询问 比如祈求下雨来解除干旱 询问打仗是不是吉利 会不会赢 其实所有商朝的人都像商王一样很迷信 都很自然的认为 整个世界所有事情都是神灵支配的 而在古希腊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宗教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甚至不那么起眼 什么样啊 只是神来赞助几天的地方 不是人们宗教集会的固定场所 古希腊呢 也没有其他古老文明里边那种专职的祭司群体 古希腊的政治权利啊 也不是神权统治 正因为生活不受神灵支配 这就带来了古希腊人文特质的另外一个特点 高度的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啊 是一种思维方式 它和神秘主义相对 古希腊人认为啊 万事万物背后是有原因和规律的 而且这些原因和规律是可以被人的理性所把握的 古希腊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的哲学和科学 就是因为古希腊拥有非常发达的理性主义精神 相反啊 其他古老文明里边 神秘主义是基调 神主宰的世界是神秘莫测的 人没有能力 甚至没有资格去理解万事万物背后的原因 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因为啊 一切都取决于神的意志 比如苏美尔人 埃及人 巴比伦人 希伯来人 都是通过专职的祭司来和神沟通 神是神秘莫测的 祭司也是如此 人们啊 对神和祭司只能服从 不能自己思考 而古希腊人 努力的通过自己的理性 去认识世界 认识自己 他们振脱了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 去发现规律和法则 当人有了理性的精神 能够自主的去认识这个世界 人的地位啊 肯定也跟别的文明里边的不一样了 古希腊的人 拥有崇高的尊严和价值 这是古希腊的人文特质的第三个特点 我先带你看看 古希腊的神是什么样子的 你就知道 人和神的地位和关系了 古希腊的神啊 不像其他文明的神那样高高在上 甚至性格和凡人差不多 连凡人的缺点都一应俱全 比如你耳熟能详的特罗伊战争的故事 特罗伊战争是为了抢海伦 这位爵士美女 一大堆英雄抢美女 你知道背后是谁在捣鬼吗 是四位女神 有一位女神叫不和女神厄丽丝 他扔出一枚金苹果 上面写了给最美的女神 结果啊 天后赫拉 智慧女神雅典娜 爱于美女神阿弗罗迪特 也就是维纳斯 都想要这个金苹果 主神宙斯呢 就让他们去找特罗伊王子评判 结果啊 王子判给了威纳斯 作为回报呢 威纳斯就帮王子 把希腊一个国王的妻子 也就是天下第一美女海伦 绑架去了特罗伊 于是 希腊联盟就向特罗伊开战 你看 里边的这些个神 小气 嫉妒 臭媒 推卸责任 坑洞拐骗 哪有什么神圣和庄严 和凡人几乎一模一样 后来啊 这些女神还参与到特罗伊战争当中 他们与人结盟 与人沟通 与人之间的界限啊 一点都不分明 而特罗伊战争当中的人 阿加门农 阿卡留斯这些大英雄 追求自由和尊严 英勇善战 武功超学 智慧非凡 简直就跟神差不多 他们的行动啊 不仅不受神的支配 而且还会直接影响神的行动 神的决定 人的地位跟神差不多 人和神一样 是这个世界的玩家 而在其他古老文明的神话当中 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和神这么玩 古希腊的神和宗教 不那么高高在上 没有和人之间 画出森严的壁垒 给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人啊 就大胆的去追求自由 尊严 崇高和美 人从神的世界当中振脱出来 不再是神的附属品 人才成其为人 人文是古希腊文明的首要特性 我们在理解古希腊的时候 无论是把它和同时代的其他古老文明 横向对比 还是把它和后来的西方文明 纵向的连接在一起 都要记住它的人文特性 那这里我们就要问了 为什么古希腊和其他文明不同 孕育出了浓厚的人文气质 我在这里跟你分享三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是外部环境 希腊人面对的外部环境 不那么严酷 不太需要强大的精神权威 来塑造社会凝聚力 第二是现实政治 你注意观察 一个文明的精神世界 往往和它现实的政治世界 存在着某种对应性 古希腊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的政治世界一样 都是相对扁平的 多元的 包容的 精神的和现实的这两个世界之间 具有高度的同构性 相同的同 构造的构 第三个原因是理性飞跃 比古希腊更早的古老文明里边的理性力量 汇集到了希腊人那里 产生了质变的飞跃 古希腊的人文特质 为西方定下了一个重要的基调 也就是人占据了异常突出的地位 在这里 我教你一个观察文明的框架结构 就是 人 神 物 三者之间的关系 古希腊的人很独立 神没有对人形成绝对的统设 也就是说 神不是人的绝对标准 人不是必须严格按照神的规矩来生活 而物呢 也有自己的规律 神也不能为所欲为 人要认识物 利用物 把它变成人的世界的一部分 对比一下其他古老文明和后来的基督教 都是神占据了世界的中心 人是神的附属品 只能够按照神的命令来生活 物 也是神的创造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古希腊的人文特质 意味着 它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 确实是一个异类 而这个异类接下去要走的路 必然很曲折 好 总结一下这讲的内容 古希腊 确切的说是古典希腊 是西方文明真正的源头 古希腊的人文特质 使得古希腊对比起其他的古老文明 显得非常的另类 人文是古希腊的根本特质 而理性和民主 都是人文的展现和发扬 下一讲 我就来详细的跟你说说理性这个话题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